精彩的表演 為剪彩儀式成功暖場 新出現六家國小的 全新圖書館正式啟用 上營科技董事長卓永才 出身平衡家庭 打拼數十年後 沒有忘記母校 特別捐贈1.6億 打造最頂級的圖書館 期望給學弟妹們 更好的求學環境 上營科技的團隊這麼認真 所以整個的公司營業都非常好 前線的圖書館 就是希望我們的新竹 六家國小 這個方圍 這個六家國小的小朋友們 能夠好好地念出 未來能夠回饋我們社會 就像董事長一樣 金有所成 商業有所成 各方面有成就的 就回饋了心理 嶄新啟用的圖書館 以卓永才去南洋當軍夫 就從此沒回來的哥哥 卓永統為名 期望延續哥哥的遺願 讓大家都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圖書館內不僅藏書豐富 更藏有許多巧思與玄機 教育是人才的根本 教育其實也是一個窮人 階級可以流動 可以翻身的一個機會 那因為我大哥他是完全沒有受教育 所以他不是智 可是二次大戰區被日本調去菲律賓 就沒有回來 那我母親看到海當然就很懷念他 那這個圖書館當然不是就對小學 現在的六家國小開放 那晚上我們也對社區開放 那我希望他是可以帶動這整個一個六家地區 他未來跟產業的互動 跟社區的互動 然後藉由這個互動 讓這邊的居民跟產業能夠跟國際接軌 在未來800多坪的圖書館 不僅提供六家國小學生使用 更歡迎民眾一起來閱讀 裡面更有演講廳 基因多媒體互動教育區等設備 希望培養民眾的閱讀習慣 增進大家的事業 開播新竹 陳諾宜紅 蔡文綺採訪報導